大家好,我是老孙 关注我每天分享实用的养鱼知识与技巧 本期视频和大家聊一个每位鱼友都会遇到 大家也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 那就是开缸 开缸是指给新缸建立完善的过滤系统和消化系统 为鱼以后在鱼缸中长期生存 创造一个舒适安全的环境 每位有经验的养鱼人 他们用的开缸方法都不尽相同 但又大同小异 老孙这个视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多年来一直在使用的成功开缸经验 希望能帮助大家少走弯路 首先开缸第一步 先把鱼缸清洗干净 直接用自来水冲洗几遍 用抹布把缸壁擦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是之前没养过鱼的新缸 可以不用消毒 如果是之前养过鱼的老缸 可以用高蒙酸钾或二氧化氯消毒几个小时 再冲洗干净即可 第二步 将过滤系统安装好 滤材滤棉摆放好 装满水 打开水泵 让过滤系统运行起来 开不开增氧泵都可以 开过滤系统让水循环起来最少24个小时 这样做的目的是让自来水中的滤器会发掉 第三步 放闯缸鱼 闯缸鱼不是一种鱼的品种 开缸阶段第一批注尽这个鱼缸的鱼 不管是草金金鱼还是锦鲤 统称为闯缸鱼 老孙建议每100升水体 放1到2条10厘米左右的鱼即可 这里可能有一些争议 放不放闯缸鱼 一直都是鱼友们争论不休的话题 正常来讲 放闯缸鱼的目的是借助鱼呼吸或排便产生的氨氮 为消化细菌提供水粮 有助于正常建立起消化系统 但是这件事的争议就在于 很多人从鱼店里买回来的闯缸鱼 可能本身就带有病菌污染水质 以至于以后大量放入主鱼之后 会有交叉感染的风险 关于放不放闯缸鱼的问题呢 老孙打算单独出一期视频 和大家详细探讨一下 大家可以关注我 这两天就会更新这个视频 有些鱼友不放闯缸鱼 会选择放鱼饲料 酸奶 成品菌粮等等物质 这些方法的利弊到时候也会和大家详细的讲解 第四步 放消化细菌 这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玄学的操作 此话怎讲呢 很多鱼友都认为目前市面上的消化细菌都是伪概念 比可乐瓶都大的那样一瓶消化细菌 可能里面一个消化细菌都没有 也有些鱼友说 只有贵的消化细菌才有效果 便宜的都是垃圾货 但是有一个观点是大家基本都认同的 那就是即便是不放消化细菌 鱼缸中也能慢慢建立起消化系统 因为空气中是存在微量消化细菌的 对于这件事 老孙的经验和建议是 放入闯钢鱼一天之后 投放适量的消化细菌 不论是液体消化细菌 还是干粉消化细菌 就买那种最便宜的往里放就行 我的理由很简单 图个心理舒服心理安慰 其实不放消化细菌 建立消化系统所需要的时间 我感觉其实也差不了太多 第五步 每隔三天检测水质 整个消化系统建立完成 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的 一般是15到30天 如果冬天水温低 时间可能还会更久一些 因为消化细菌中的亚硝酸细菌 每36小时才能繁殖一倍 从无到有 再到数量达到能支撑鱼缸水体过滤的程度 是需要很长时间的 在开缸过程中 你如果定期检测水质 大致是如下的情况 放入闯缸鱼几天后 你会在水中检测出 再过几天 会检测出少许的亚硝酸盐 随后的几次检测中 亚硝酸盐含量会越来越高 再往后的检测中 亚硝酸盐和氨氮含量会越来越低 当氨氮和亚硝酸盐含量到零的时候 就表明消化系统基本建立完毕 再过三五天 就可以放煮鱼了 再次提醒大家 开缸是漫长等待的过程 切不可心急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如果实在想要洁净 也不是没有办法 那就是我们可以用 已经附着着有消化细菌的老绿材 直接开缸 除此之外 谁要是告诉你三五天就能开新缸 你就直接大嘴巴子抽它 那就对了 还有放入闯钢鱼两天后 需要开始正常投喂 整个开缸期间 会有一段时间 氨氮和亚硝酸盐含量超标 甚至爆咬 这时候我们也可以不用换水 等消化系统建立完成就好了 以上就是我总结的这么多年的开缸经验 可能还有不少细节没有讲到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交流 我是老孙 关注我每天分享实用的养鱼知识与技巧 咱们下期再见